加柠檬 柠檬汁 在锅里加入新鲜柠檬 久如新庄社区志工 正在制作柠檬果冻 这是透过平农县农村再生 推动办公室 社区产业规划设计计划 结合平农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所博士 吴文胜老师 共同研发制作 因为我们是 是做过很多次 综合大家的口味 然后慢慢改进了 而且它是 完全是无毒制作的 我们柠檬的特色 我们那个酒如 就是特产就是柠檬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陈三富表示 酒如香生产柠檬 为避免食安问题 社区生产的柠檬产品 严选通过检验的 无毒柠檬来制作 除了果冻 还有果酱及柠檬干 志工们对于产品 非常有信心 现在吃的是柠檬果酱 酸酸甜甜 赞 现在吃的是 无毒柠檬果丹 自己来 很酸口很好吃 甜甜的酸酸的 农产品它都是有旺季 淡季 淡季的话 就等于是 气球量就比较少 像尤其这个柠檬方面 这些 这个淡季 生产出来的话 等于销路 有时候变成会 产量会过剩 所以价格压低 所以我们尽量来 开发这个 加工产品 农作物的价格会随着市场需求波动 新庄社区希望透过柠檬加工产品 帮助农民稳定收入 与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 接下来更计划要开发柠檬酥 柠檬海燕窝 柠檬凤梨果酱等产品 期盼增加农户收入 活化农村经济 就如新庄 柠檬产品 赞 评农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导 主要在画面中的 农村经济